你有问题,我来答 大家好,我是诗诗 有粉丝留言给我 说四十二十太极节里面的 像矫健,云健和绷健 老是做不好 那么今天诗诗就来为大家分享 这三种剑法的练习方法 如果你也有同让的困扰 那么就请跟随诗诗 一起来学习 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如何做好矫健动作 首先,做好矫健动作 我们要掌握一个握件的原则 就是既轻松灵活又要稳固 这就取决于我们在练习剑术的时候 这个握件的方法 使用要跟着剑术的动作 进行一定的变化 手,除了这个食指和大拇指相扣 或者食指与中指相扣 其余的手指都是要松立的 需要握紧的时候 要全握握紧 需要打开的时候 一定要打开 第一步 第二步 手腕一定要灵活 要非常的放松 在做这个矫健的时候 手腕活直接影响到你这个剑 能不能灵活的转动起来 搅动起来 第三步 就是要练好这个画圈 手掌 手心朝上托剑 用剑隔这个位置 为支撑点 使剑间在体前 做逆时针的画圆圈练习 大家可以多看 或者是跟着我练习 手腕松活 使剑间在体前画一个逆时针的圆圈 那么剑手这个位置 是对称的画一个圆圈 这个握剑和剑隔的这个托的这个位置 它就是一个杠杆的一个支点的一个位置 好 那么前面几点都做好了 比如说手腕也比较松 松活了 握剑既稳定又灵活了 这个圈也画的差不多了 我们接下来做第四步的练习 就是结合身法来练习 大家先看我做一遍 好 这个动作大家会发现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一步一脚 动作一定是对称协调的 第二个大家仔细会看 这个动作虽然是行进间的做脚尖动作 但是一定要注意身体切记出现起伏 一走一起伏一颠簸 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你有出现 刚刚我讲的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不是一步一脚动 身体也会出现起伏颠簸 那么一定要及时的进行修正 如果你再仔细观察 你还会发现 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为了显得动作非常的清零 稳重 动作连贯 你会不知不觉的 会使气息停留在胸腔 也就是横起填胸 那么这个动作是支援你做好这个脚尖 或者练好太极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放松 一定是要真正的轻 才能产生零 才能产生稳重 所以大家在练的时候 这一点要切记 动作 心气一定要向下降 走的时候 重心一定是要落到脚面上去 这样子做动作 手臂肩膀手腕 结合腰 结合胯 结合步法练习 这个动作才会非常的协调 动作才能做得非常的流畅优美 好 以上几点 大家呢 遵照去练习 找出自身的问题 看看你的问题是出在哪个点上面 是出在哪个点 我们就要把这个点体验出来 单独做进行练习 我相信大家会尽快的找到自己的问题 解决自己的问题 做好这个脚尖动作 好 接下来 再为大家来分享 如何做好云剑的练习方法 好 大家还是先看我做一遍示范动作 好 这个云剑动作 在套路里面 我们是结合了一个向前盖步的动作的一个 深法练习 那么如何有机的和这个云的动作相结合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领 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下这个云剑动作 怎么才能做好 还是前面讲的原则 握得既要灵活又要稳固 那么这个动作要想做好 首先我们要把握住它的力点的行进间方向 这个也是我前面的视频分享过的 要练好剑法 首先要记得或者是要掌握住 剑法移动当中 它的着力点的问题 那么云剑的着力点就是下剑刃的 下剑刃的中间靠前的走动 云 这边云是上剑刃的云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点 手腕一定要灵活 在头顶或者体前画一个圈 你看握的时候就要灵活 又要稳固 手腕要活 再结合身体的动作 结合盖部 那么只有有效的结合身法 这个云剑才能表现出 非常带有太极剑的韵味 比如说我们向右云剑的时候 走上肩刃 结合盖部 你看 这个动作看似也是身体有起伏 但是你不要做出起伏 因为它有盖部的转换 感觉身体是有起伏的 但是不要做出明显的身体起伏 只是跟云剑的动作 有机的一个结合 产生了一个视觉 问题 再看一次 向右云剑 向左 注意它力量的变化 先从上肩刃 转成下肩刃 你看这个盖的布 好 其实这个云剑呢 它并不复杂 那么我要重点提示大家的 就是和您的身法 有机的去结合练习 就能比较轻松的掌握好 这个云剑动作 好 接下来第三种剑法 绷剑 这个呢 我前面有出过视频 有讲解过 那么今天呢 重点再提示一下 几个关键系的练习 要点 第一步 我们要练好这个绷剑 首先就是这个动作 手臂的动作要顺打 甩动的时候 你要感觉到 这个力量 通过手臂的甩动 能到达 上肩刃 肩肩上肩刃的前端去 好 这里有个小小的技巧告诉大家 这个绷剑 它并不是走的一条直的线路 斜线 它一定是有一定的幅度 下幅度 当然这个手臂的动作 你甩的比较灵活了 手腕肩膀 肘关节能顺利的把 这个劲力传到到肩肩 我们再接下来结合这个腰的动作 两脚打开一点 然后结合一点 腰的动作是甩动 看看这个劲力能否 从腰到肩 肘 手腕 一直传达到肩肩 如果这个动作也能比较顺达的传递过去以后 我们再结合步伐 完整的把这个动作传达的力量传达的练习 多进行整合起来练习 大家看看 结合 步伐 那么好 这样又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首先你要解决这个步伐的力量的传递 要比较顺达的传到手腕上 然后才延续到肩肩 如果你步伐的力量传到都不顺达就出现问题 那么就肯定的做不好这个绷电的动作 那么首先你要解决的就是 先把脚的也就是步伐 身体上的力量传到先练手 再去把力点传到到肩肩上面去 大家再看一看 以此方法去练习 大家找到自己相应的问题所在 这样去练习就比较有针对性 提升也就比较快 我相信很快大家就能把这个太极崩溅的动作练好 因为像一些太极的一些特殊的发力动作 它具有表现力 练好它 对你整套太极拳的技术水平的提高 是非常有争议的 所以大家多花点时间 认真去观察自己的身体的练习问题 找到问题去解决问题 我相信你整套太极拳的练习水准 会提高很大的一个档次 好 希望大家练有所成 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个关注点个赞 好 下期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